好 講完傅君旗的國會亂象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超級國會亂象 那個人亂語言叫做黃國昌 黃國昌坦白講 我真的啦 黃國昌你可以男子氣概一點 你不要整天就罵女人 不要只對到女生的委員就大小聲 你整個立法院 你就只敢罵這個什麼 柯建民說他很老 欺負老人家 然後去罵女生的委員 你怎麼找時間去罵一下王定宇看看啊 對不對 找這些去罵一下莊瑞雄看一看啊 對不對 怎麼都專欺負女生呢 今天的立法院表決 立法院表決呢 國民黨呢又是什麼呢 呃 全部都佔反對 紅色的嘛 你看福昆綺啊 政見財 民進黨的全部都按支持嘛 綠色的啊 賴慧元啊 武力華啊 洪生漢等等對不對 不好意思 民眾黨 又是沒出席的小藍教 全部是灰色 林毅君 陳昭芝 麥玉珍 黃國昌 什麼叫灰色呢 很簡單 你沒有出席 就是灰色 可是偏偏 大家看喔 黃珊珊 韓國瑜當然不能投啦 對不對 林國仁張起來 這些人都沒有出席喔 尤其是黃國昌 你沒有出席喔 可是黃國昌竟然在現場 對著泛雲咆哮 黃國昌 你可以再窩囊一點 小草叫你出來打球 你一張票都不敢投 黃國昌竟然就在現場咆哮 你就不敢按出席 你一張票都不敢投 范雲在你旁邊講什麼呢 很簡單 神不一樣的還原喔 范雲跟他說 昨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審理 民進黨提出的一個草案 其中一個是范雲委員的反性騷擾相關法案 然後呢 這個法案呢 黃國昌在質詢的時候 他同意把這個放到法案 那時候范雲就坐在沈柏陽旁邊喔 還跟沈柏陽說太好了 黃國昌願意支持 這種事沒有藍綠嘛 這種事沒有什麼政壇嘛 反性騷擾應該是全民的共識吧 結果黃國昌以前又不舉 對不對 你手都舉不起來 你不止不舉 對不對 你還不敢按出席 可是你卻現場罵人 所以創下哥 黃國昌太沒出席了吧 基本上這件事情本來就沒有藍綠 但是呢 對某些人來講 那個是他雄風的一個展現 他雄風展現就是罵女生委員 對 可是呢 他罵柯建民的時候 眼睛都不敢看柯建民 他是用在旁邊不敢看柯建民的 這個場景喔 害我回到了四十幾年前 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每天呢 從中壢坐火車來台北讀書嘛 對 然後那時候呢 是沒有管很多的嘛 在那個車廂裡面 有一些是什麼 什麼三人五的啊 那種學校的 東南西北 三人五的學校呢 然後我們幾個見附中成功的 大家 中國海專的 對 我們走過去的時候 頭都不敢抬起 但是有一天呢 我們過去之後呢 一個中山小女生 那一個某個什麼什麼學校的 對 就像黃國昌一樣 平常瘦瘦瘦瘦瘦瘦的 對 然後看到那個小女生 看什麼 我有欠你喔 喔 就是黃國昌的心態 是 對 他就是欺負 然後我記得范雲也是中山的 對 倒霉 他其實就是展現 因為悶嘛 大家都覺得你怎麼這樣搞嘛 對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現在怎麼辦呢 這件事情呢 所以呢 范雲呢 再怎樣 也兇不起來 他還賴皮耶 他還跟范雲講說 我有欠你喔 我有欠你喔 這沒有什麼欠不欠 我就問你黃國昌嘛 你人在現場 你連投贊成還投反對 都不敢嗎 結果黃國昌都在這邊 民進黨犯雲紀念 因為我們沒有投票支持民進黨 竟然衝套我們旁邊來對我謾罵 是這個原因嗎 不是啊 我們在指責是你是 你連敢投支持 或反對你都不敢嗎 你只敢罵女生嘛 那姓平metoo這件事情 超越藍綠嘛 對啊 所以後面的時候 四個女白尾才說 怎麼是這個案子 黃國昌沒跟我們講嘛 對 所以這個狀況 可是黃國昌呢 那個就是我們以前 眷村裡面出來的 對 就有那種的人喔 平常喔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只敢對一些人 小憋山嘛 對 可是呢 這樣一個狀況喔 被一個人害怕了 唉唷 為什麼呢 因為黃國昌今天為什麼要嗆起來呢 對 因為有十七人要出去了嘛 是 大哥 你放心的走吧 你去魔考 這樣cover不過啦 他們只有八個 對 可是至少我有聲量 我有氣勢 是 就像我們那時候呢 為什麼那一天 我剛講那個會嗆一個 中山小女生嘛 因為他們原來的大哥喔 被管信 是 所以他就覺得他可以當大哥了 對 可是現在就有一個人 你這樣搞法 其實有一個人心裡是很害怕的 誰 柯文哲 柯文哲看得懂黃國昌 對 其實在亂搞 因為今天瘋傳媒有個獨家 說什麼呢 獨目難之天 不能只靠黃國昌獨紅 柯文哲想了一招 內文比較多 結論是柯文哲 叫民眾黨的其他立委 都要常常開記者會 都要常常曝光 都要常常主導議題 柯文哲要架空黃國昌了啦 不是架空啦 是防禦啦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們講過嘛 柯文哲就是我們眷村裡面的 那種比較無賴的打法嘛 是 那無賴打法就跟你隨便揮嘛 對不對 現在發現說 黃國昌怎麼突然之間 腰桿挺這麼兇了 因為他依附了外面的幫派嘛 是 依附了外面的幫派 依附了傅寬齊 對 依附了外面的幫派嘛 所以他就覺得他自己腰桿硬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怕的是 黃國昌依附幫派之後 打回來 對 打回來之後 小無賴碰到小流氓 小時候小無賴會輸的 對 所以柯文哲講說 你們不要給黃國昌獨從 對 其實柯文在擔心的是什麼 黃國昌呢 反正有人挺嘛 對 有大哥嘛 對 然後大哥現在雖然去模考一下 還是總之會管訓出來的 對 所以其實黃國昌今天 你看起來很無裡頭對不對 很鬼扯 不然你看他為什麼出來 還開那個直播 叫我或怎麼樣 沒有直接的反駁這件事 對 因為 雖然你們覺得我沒道理 大哥覺得我有氣勢 你說黃國昌是兇給傅老大看的 對的 他跟傅老大講 老大 你安心上路 立馬院的這個堂口 我會幫你暫時卡不住的 雖然人數不夠 我氣勢夠 但是我只敢罵女生 男生 槍莊瑞熊王帝 我是不甘惹的 這個瘋傳媒的新聞 你就好好給大家看一下 標題獨木男之天 不能指黃國昌獨轟 柯文哲想知道 他說什麼 柯文哲確實對於民眾黨流量 集中在他自己 黃國昌等少數政治明星 一事上有所留意 並認為這對民眾黨的 長久發展 並非好事 聽懂了沒 流量集中在黃國昌身上 對於民眾黨發展 並非好事 因此 4月 在一次和8名立委的陳慧中 特別提到 目前立委的聲量都集中在黃國昌 黃珊珊 希望大家都要提高聲量 兩個月進行一次檢討 立法院看到攝影機的時候 要主動站好定位 接受訪問 這經典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他是有眼睛的 他是注意聲量 就是說他對於選舉是科學的 他是會看民調的 他是會看大數據的 他是會看聲量的 我不信他沒有看到我們最近台灣民意基地會那個民調 國民黨跟民眾黨一起往下掉 民進黨往上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也不是菜鳥 黃國昌這樣在立法院 這種躁鬱症 看到女生就罵 這種事怎麼可能會有好的觀感 對不對 怎麼可能柯文哲不防黃國昌呢 現在柯文哲應該頭很痛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在討論他只有兩件事情 最近大家在討論什麼 世北科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前幾天不是還為了兩億美金副手說 當被人 所以柯文哲現在身上只剩兩個 就是這個 閉岸跟虎 閉岸跟虎 對 問題是柯文哲現在開始很緊張 過去他就是搞在底下這個權力平衡 然後比聲量的 所以他引進了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來治你們其他這些人 結果沒想到 結果沒想到 他現在這個聲量開始往下滑 黃國昌會超過他 所以他開始很緊張 欸來看一下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真的很扯啊 如果黃國昌 因為他剛剛開這個直播 不是在講說這個小草叫他出來這個 出來打球 這昨天直播的畫面 對他昨天直播這個畫面 因為他不投票 連小草都不能接受 結果柯文哲看到小草 黃國昌看到小草 只敢乾笑 只敢乾笑 你怎麼不能 你罵范語的態度去罵小草嘛 沒錯這個民眾黨 柯文哲跟黃國昌都在玩同一招 當面對有爭議的時候 他們就開直播 回去找這些這個小草取暖 簡單的時候他們就這樣 挖草來了挖草來了 這個找小草取暖嘛 那問題是草的下面只有土啊 所以喔 為什麼講到土 因為黃國昌嗎 他要是有去打棒球的話 他的背號應該是七十三號 為什麼講說他是七十三號 因為他七三怕惡嘛 七三八惡 這個就網友在講了嘛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欸如果今天 今天這個畫面 是國民黨呢 如果是陳雪生在那邊呢 如果是蔡玉宇在那邊呢 他敢這樣子兇嗎 絕對是不敢嘛 黃國昌看到國民黨是黃國昌在玩手機 來導播帶一下 阿川甲在玩手機 玩手機 國民黨 欸舉手 這是黃國昌面對國民黨的態度欸 然後黃國昌面對民進黨 民進黨叫他這個舉手 他就說 吵什麼吵 我有牽你嗎 欸七三八二黃國昌欸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講黃國昌 他現在的做法 就跟柯文哲一樣 就是要包牌嘛 他的包牌做法是什麼 過去黃國昌跟柯文哲就是一樣 國民黨站在哪一邊 他就是反對國民黨 所以他一定贏 那現在他的做法是什麼 欸反對民進黨嘛 民進黨站在哪一邊 他就站在對立面 他就是想要搞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如果敢站在對立面 我就認了 他就投反對票 那問題 他連反對票都不敢投 他跟藍的講 我沒有支持民進黨 跟綠的講 我沒有支持國民黨 這才叫包牌嘛 所以你今天你出席 出席不投票 怕的是什麼 怕大家講說你沒出席 對 出席又不舉 不投票更讓小嫂看不起你 對 沒有態度 你以為你沒有態度這樣子 一直游走好像藍綠之間 你就可以對綠營的 也可以罵一下綠營的 然後對藍營的也交代 對 大家就會接受你 而且他面對犯贏這件事 為什麼犯贏去找他 犯贏不是自己沒事找 是要去挑釁他 因為昨天在委員會裡面的時候 洪桑自己說 他以個人的身份 表達支持范雲對於姓平 這個方面的提案 是 所以范雲今天講說 你昨天說你支持了 那你今天 怎麼到議場裡面 你又直接不表態 那你說好 對你說你 你這個個人表達支持 好啊 那也是你昨天在委員會 你個人按投票啊 還不是你私下跟范雲講的 是你昨天在委員會裡面講的 那你個人 又不要說你投票 對啊 那你說其他七個不投票 沒關係 還是你說喔 因為我是黨團統 所以不行 然後黃國昌後來出來受訪 他講什麼 因為范雲這個提案 什麼裡面有瑕疵 這個恕我無法同意 所以說你甘願被人家當做這個小籃叫 人家在講的 你被人家這樣子罵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黃國昌 那記得我問你 他今天受訪是說裡面有瑕疵 對 恕我難以同意 對 那他為什麼不按反對票 對啊 那這反對也是一個態度 對啊 那你黃國昌為什麼不按反對票 因為他怕他投反對 人家就說 你看黃國昌 你反性平嘛 反性平 然後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所以他就是怎樣 他都想要說 人家罵他這個的時候 沒有喔 我沒投票喔 我哪裡有投票 然後如果他按這個支持了 或者是說 這個去跟范雲站在一起了 國民黨的支持者會罵他說 欸 你怎麼跟民黨站一起 沒有啊 你看我有支持嗎 我還兇范雲 兇的咧 沒有看到這樣的畫面嗎 所以黃國昌 我覺得他這樣子玩下去喔 連這個小草最後都會受不了 他就是這樣 只能遊走在這個藍綠之間 想要去玩這個槓桿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可能是最頭痛的 因為 連黃國昌唯一 他現在這個要依賴著這個黃國昌 去支撐民眾黨聲量的 這樣子唯一的黃國昌 欸 接下來慢慢也就消防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頭痛的最後結果 他可能這個 七點半上班 以後要改成這個中午上班 為什麼 因為這個早晚會出事 那邊 我可以抵抗 那邊 那邊 我可以抵抗 那邊 那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